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综艺录制惊艳亮相 民族服装尽显抑郁公主风采 在近期的一档热门综艺节目录制现场 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璀璨身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就是备受喜爱的演员白鹿 这一次白鹿以全新的形象亮相 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异域公主 将现场分为装点的既神秘又充满活力 他身着的民族服饰色彩斑斓 图案精致 每一件饰品都透露出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匠心毒蕴 这套装扮不仅完美贴合了他的身形 更将他的气质衬托得愈发灵动与俏皮 白鹿在服装的硬衬下 宛如临间跳跃的精灵 每一步都散发着少女独有的纯真与古灵精怪 白鹿本就白皙的肌肤 在这身民族服装的硬衬下更显清透无瑕 仿佛能够透出光来 他的笑容温暖而明媚 眼神中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这份纯真所感染 在这抑郁风情的装扮下 白鹿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面性 更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那份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追求 节目录制过程中 白鹿的举手投足都透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 他不仅与嘉宾们互动频繁 展现出极高的情商与亲和力 更是在游戏中展现出机智与勇敢 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笑声连连 他的每一次发言 每一个动作 都成为了观众心中难忘的记忆点 此次白鹿以民族服装化身抑郁公主的形象出现 不仅为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不断突破自我 勇于尝试新事物的精神风貌 白鹿穿着一袭蓝色藏服 出现在奔跑吧节目中 瞬间成为焦点 这一独特的装扮不仅展现了他的美丽 更引发了人们对藏服文化的浓厚兴趣 白鹿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 让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藏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象征着民族的骄傲和历史的传承 白鹿在节目中的这一瞬间 不仅仅是一次服装的选择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纷纷点赞 称赞他不仅美丽动人 还传递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新闻报道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认为白鹿的这一举动 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藏服作为一种传统的服饰 在现代时尚中被重新定义 设计师们通过创新的设计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创造出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审美的服饰 白鹿的这次着装选择 无疑为这种趋势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的这一身装扮不仅展现了个人魅力 也为更多人展示了如何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总结来看 白鹿与蓝色藏服的结合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精彩演绎 也是对年轻一代的一种启发 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无限可能 激发了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白鹿将继续以他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2.白鹿甜美爆表 花朵头巾加俏皮笔耶 粉丝直呼 太可爱了吧 最近 白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造型照 瞬间引爆了粉丝圈 他带着一顶可爱的花朵头巾 对着镜头笔耶甜笑 满满的少女感扑面而来 这组照片不仅展现了他清新脱俗的一面 更让人感受到他越来越自然的时尚表现力 白鹿凭借这组照片 再次用甜美的风格征服了无数粉丝 也引发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 一提到白鹿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他在影视剧中的干练形象 但这次白鹿完全变身甜美少女 照片中的他带着一顶颜色鲜亮的花朵头巾 对着镜头笔耶甜笑 满脸的无辜与俏皮 仿佛时间对他格外优待 这个造型一出 立刻引来了粉丝的狂赞 纷纷表示这哪里像是白鹿 完全就是林家少女的即视感 白鹿的造型功力真不是盖的 头巾这样的小配饰 在他身上展现出了别样的时尚感 配上他那甜美又毫不做作的笑容 整个画面简直甜到不行 不少粉丝直呼 白鹿真是可爱到犯规 这次的造型不仅让他少女感爆棚 更凸显了他对不同风格的完美驾驭能力 一直以来 白鹿凭借他在影视剧中的表现 给大家留下了干练 果敢的印象 无论是周生如故中的沉稳内敛 还是招摇中的霸气不羁 白鹿都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观众 但这次的花朵头金照 却让大家看到了他更加柔美 甜美的一面 其实白鹿私下里一直是个喜欢尝试各种风格的人 他不仅能驾驭戏中各种造型 在生活中也是个时尚达人 无论是休闲风还是淑女风 白鹿总能轻松hold住 这次的花朵头金造型 更是展现了他俏皮可人的一面 搭配那张精致小脸 再加上甜美的微笑 整个人的少女感简直要溢出屏幕 不难看出 白鹿对自己的时尚选择非常有想法 他并不局限于某一种风格 而是通过不同的造型不断刷新大家对他的认知 正因为如此白鹿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让粉丝们对他的每一次亮相充满期待 白鹿的花朵头金造型一惊曝光 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大家纷纷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白鹿这次太精硬了 这么甜美的造型 完全不输给那些时尚女星啊 果然白鹿的可塑性非常强 无论什么风格都能完美驾驭 不仅如此 白鹿的这组照片还引发了时尚圈的关注 不少时尚博主纷纷点赞 认为白鹿的造型不仅符合当下流行趋势 还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态度 这种既有清新甜美 又带着一丝俏皮的风格 正是当下年轻人最爱的穿搭风格 可以说白鹿这次不仅抓住了粉丝的心 更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时尚宠儿 这次的造型只是白鹿不断突破自我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还是生活中的时尚穿搭 白鹿都在用心诠释自己的多面魅力 他不仅是荧幕上的实力演员 更是时尚圈的潜力新星 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白鹿带来更多惊喜 不管是新的影视作品 还是更多的时尚造型 他都会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态度 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那么你们觉得白鹿的这次花朵头巾造型如何 还有哪些造型是你最期待他尝试的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